为了改善普里镇民权路周遭道路环境 普里镇公所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预计将民权路以及周遭道路做路面整修 总长约1400米 日前也在施工前邀请当地里长及代表举行施工说明会 厂商表示民权路的部分目前是没有贯通 他们也会在会后用60个工作天将民权路贯通 让往后邻近居民出入能够更便利 他分两个工区 第一个就在民权路那一段 由中山路到西安路这一段是民权路 那是人行环境的一个空间 在那个空间我们依据都市计划 办理民权路的道路的一个改善 那块路段尚未开辟 现在就是应用这一笔经费来做一个开辟 来打通那一段的道路的交通 他在我们那个黑交所方面 所以它就是象征它现在是一个预设道路 所以在部分施工是封闭的区间 也不影响我们到整个的路段的施工 区域的施工迁数大概是60个实力天这样子 埔里政公所主任秘书柳正道表示 除了民权路的贯通 公所也会针对邻近道路进行路面的整修 希望借由这次的工程 让埔里的路面更平整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另外我们在清新里河南路这一段 有一些现有路面的路品专案 也同时在这一标的工程来办理 预计道路跑铺有1400多公尺 然后把这个时段在说明会的时候 跟地方的里长还有民众说明 在施工期间大家互相配合 如果有疑问的地方 也设一个对口单位 能够接受民众的问题 来做一个现场勘察 来做一个马上的一个解决 副委长潘一泉肯定公所的用心规划 并表示 普里镇还是有许多的道路 需要来做整修 也希望普里镇公所能够陆续的规划 争取经费来做改善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维一 普里镇采采访报道